开个箱 这是Switch Pro手柄 国行正品 腾讯引进 享受一年国行保修服务 这有腾讯的贴纸 从京东自营买的 花了388 这应该确保是正品了吧 腾讯任天堂诸诗会社 生产年份是2023年 产地是中国 它这个贴纸上有防尾 这算是国行勇士吗 哎呀 这撕了也看不出来呀 如果弄个贴纸 给你这一封 真是看不出来 这个防尾贴纸 感觉很容易被破解 所以说购买渠道很重要 怎么连包装纸上都有吗 都有型号 附送的一根Type-C线 可以用来充电和区配 配对 这个扎纤袋绑的可以 前两天我拆了一个 德国的一个热水壶 它那个扎纤袋绑的特别长 而且一圈一圈的绑的 特别的规整 虽然都是中国产的 但是他们有这方面要求 特别漂亮 这个头方方正正的 中国制造 这个线很粗 至少说比PS5那个要粗 保修凭证 一年保修 如果飘移了 是可以给换的 我没有买它那个延保服务 我之前做过视频 开始想买 那个延保服务 虽然保三年 还意外 但是只能保一次 这三年有一次 给你保了 就失效了 虽然钱不多 49块钱 但是感觉没必要 人家本身是带一年之保 产品须知 使用说明书 最后是本体 它这个壳是透明壳 这是我第一次用Pro手柄 这有任天堂的标志 认证 底下有四个灯 再有螺丝孔 希望我以后 不会用到这个螺丝孔 应该也是阿尔卑斯要吧 质感不错 有点高级感 专业手柄 这个手柄主要是有HD震动 震动效果不错 但是这个R2叫ZR 没有PS5的 这种线性扳机件 来对比一下 你们感觉哪个漂亮 我感觉还是这个漂亮 大小差不多 PS5稍大一丢丢 S肌膜人 这个烤漆这个亮度还是可以的 其实现在手柄长的都是差不多 重量也是差不多 部分播种 把它插到此位置上 这是第一次匹配 手柄的灯亮了 匹配成功 然后就可以拔掉了 它这线上也有任天堂的标志 这天堂他们家的这个线还是不错的 它的HDMI线也不错 稍等我再插一个声 所以说玩的好不好 和手柄没啥关系 后面键按一下就行 体验一下切吧 别说这个手感还是真不错 他们可能说 这个NS Pro手柄这个摇杆容易飘移 我也有心理准备 万一以后真飘移了 据说也挺好修的 可能需要适应 这个右摇杆距离这个右侧的四个按键有点近 PS5也有点近 这个HD震动感觉有点像手机的那个线性马达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水准照着PS5手柄可是差远了 它这个陀螺仪 Pro手柄的陀螺仪 比第三方手柄 甚至那个PS5手柄模拟的那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吊针这个严重 NS Pro手柄的开箱就分享到这里 给各位参考 再见